下面来关注一下消费者渴望假期雪拼购物 但又渴望安全体验的新闻 10月26日的一项调查显示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 消费者在计划下一个季节的假日购物时 担心零售场所和商店采取的保护购物者安全的措施 这项由软件制造商甲骨文公司零售部门进行的调查显示 大约79%的受访者表示 看到人们戴口罩很重要 82%的人表示看到清洁工作很重要 76%的人表示商店的占用率下降是关键 非接触式检查和社交距离要求也非常重要 甲骨文零售部门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韦伯斯特表示 消费者所寻求的是基本水平的保护和安全 他们在寻找一种信心 认为他们的需要得到了照顾 甲骨文于2020年9月对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中国、巴西、墨西哥、意大利、法国、德国和阿联酋的5100多名消费者进行了调查 韦伯斯特表示 尽管零售业受到了冲击 但是事实证明 零售商在应对影响方面是灵活的 他们正在重新配置他们的购物体验 调查发现 将近20%的购物者计划在店内购物 而47%的购物者计划在网上和店内购买 16%的购物者会选择路边提货 韦伯斯特表示 我们所看到的是顾客渴望购物 为了满足这种需求 零售商需要在进入假日购物季之前保持库存 根据调查 47%的人表示 缺货是最糟糕的购物体验 在旧金山的联合广场 购物者表示 该地区的商店似乎在遵守城市法规 保障客户安全方面做得很好 广场周围的商店 比如苹果店和古池 都在外面排起了长队等待顾客 古池甚至有一名助手为购物者测量体温 随着消费者开始在网上购物 人们的注意力无疑会转向运输 调查发现 66%的受访者更喜欢送货上门 而18%的受访者喜欢上门取货 16%的受访者喜欢在路边取货